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蘇子的頻道 收看《草書之路》這個節目 之前在文化面面觀介紹了《吾中四才子》 第四位徐晶興 我們進入《草書之路》 也想講講其他兩位我相當心儀的書法家 第一位是尹明興 竹芝山 他的草書被譽為明朝第一 以下這篇是他寫曹寂的美女篇 大家欣賞一下草書 真是相當高水準 接著介紹的是文貞明 他最出名的應該是《行書》 十大行書入面 大家都很肯定 第一位一定是王羲之難聽罪 接著是顏真興的濟疾文稿 接著是蘇東波的韓食帖 但排第六位 根據某一個排名 第六位就是文貞明的西院詩帖 大家慢慢欣賞一下 的確是相當高水準的行書 至於徐晶興這首詩裡 第三個字是獨字 我想解釋一下 這個犬龐應該是怎樣寫呢 即是用草書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獨字 現在 就是這樣寫的 右半呢 大概是跟那個 月亮的月那半 這樣寫法 我之前的集員介紹了 左半呢 就是那個犬字邊 那 你看看 算書的字型裡面 這個犬字邊 是這樣寫的 經過快寫和變形之後 慢慢就變成這樣了 其實很像這個 楷書的犬字 有幾個例子 就是孫過庭書譜裡面 收獲的獲字 是這樣寫的 左邊就是這個犬字邊 右邊 右邊 大家也可以學習一下 浪節 他在書譜裡面是這樣寫的 至於犬節部作為右邊旁 應該怎樣寫呢 那 壞數呢 在他的小草千字文裡面寫的 伏字 不要中伏 伏字 那個犬旁 就是這樣的 那 那 孫過庭呢 寫的告狀的狀字 也是犬旁 他就是這樣寫的 至於應用在中間怎麼寫呢 以下這個是老妄的妄字 就是歐陽遜 在草書千字文裡面 就是這樣寫的老妄的妄字 中間也是有一個犬的部件 那 他是很 清楚地寫出那個犬的部件出來 這個就是他的老妄的妄字 那 那 那 沉默的脈 也有那個犬字 那 就可以這樣寫了 那 如果不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就麻煩點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